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已经是过去的数字了 现在有说3000万有说6000万 你看新疆的区委区政府奖励机组成员 各10万元机组50万元 海南省委省政府奖励这10万元 每人10万元机组50万元 中国民航局100万元 海航集团奖励这仨人现金100万 300万的房产奥迪车一辆 机组其他成员什么现金50万 200万什么房产奥迪车一辆 这只是部分的这个赏额 你知道吗 他们是不是可以辞职了已经 辞职才不辞职呢 你知道现在人家微博上网友说什么 说这玩意儿 以后你突然跳出一个人说 接机 全机旅客都笑了 头上冰咛咛咛咛咛咛 头上冒作很多 好热的 好热的 太有纸吧 正好这中国就会变成全世界飞航最安全的地方 这个这个是胡说八道 咱不要这个 不再调侃 有时候咱们开玩笑也很过分 这个事我要解释一下 首先一开始就有人点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么抵抗是不是很危险 然后经过调查之后 咱这个有关部门不也讲了吗 说你在当时这种情况下 是要击毁人亡 他就说要要毁了飞机的这种情况下 所以那就是同归于尽的一个结果 所以就跟美国911最后一架飞机一样 那也很感人 大家就 那你反正就要死了吧 对对对 所以而且有人说这个讲 但你们这个也可以评论一下 昨天我在深圳台看一节目 还把两个份上一个对比 你说最近有个好人好事 就是好人好很多啊 在东北那边三个农夫 前面铁路上那个是山体滑坡还是什么 大石头弄了铁路 前面火车啊 有客车有几节货车的几百乘客呢 三个农夫啊奋不顾身就招手啊 站在铁轨上蓝停了这个火车 然后第一时间就是这个铁路的什么路段上的人呢 就先拿六百块钱去看望他们 然后这个三个农夫不要 到后来呢 这个这个更高一级的铁路部门的就专门开这个表调会啊 说这次一人给一千块钱 但是三位农夫 说我们不是为了钱 那个火车上那么多人呢 我们这个应该这样做 但是你觉得这两件事能放一块比吗 有人这么比 说你看这三农夫给人六百块钱 一千块钱 这个街机呢 哎呦有图是吧 我们可以啊 哎看这就是三位这个这个这个奋不顾身的 救了一车人的这个这个三位东北的农夫啊 但我就不论这么比吧 所以我觉得这种 我觉得我们不要从 首先我们要肯定是人家已经救了人 就已经是一件义举 救了人之后 今天不接受奖金或者奖励 那是另一件事 嗯 我们肯定的是前面那件事 我们不能用后面那件事 他接不接受 接受的额度有多大 来返回来去说 他前面那件事做的好不好 或者光不光彩 因为任何人在那个场面 在飞机上也好 在铁轨上也好 他要救人的时候 他首先想到的 恐怕不是我之后会得到多少奖赏 是 对不对 他们批评的意思大概 除了他讲的太少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就是飞机上讲的那么多 那边讲的这么少 不过这个建议勇为 好像奖励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这不可能 有统一标准 这哪有 这机构都不一样 这个没矿死那样 要有统一标准 这哪有统一标准 你海航是 是全中国其中一间 服务有态度 最好的一个航空公司 铁道部是全世界其中一间 最领先的 最领先的 速度最快 最领先的 这两个部门没法比 他们现在奖赏的这些人是公职人员是吧 是飞机上的机组 但是我听说乘客也有讲 乘客是终身免费做海航 海航 所以你要说多 其实这看怎么说 要叫我说 不算人命 一架飞机多少钱 对 对吧 那你说值不值 讲他一个亿 你也不能说多这种事 而且何况后面还有一大堆保险 赔偿 万一争出事的时候 好家伙 整个公司的商业 但是纯粹算经济上的 刚才我们几个摄像已经帮他们算过了 他说他们根本不用出钱 因为他讲奥地车 奥地说不定有赞助 他讲的房子 那些房产 说不定也在里边是广告 所以他逮啊 就是说他整个这个奖励活动啊 纯粹从经济上来讲啊 他们肯定也是有有有有 不我想说也有一些好人好事 是不得奖励 反正也不能叫惩罚了 你那前上个礼拜才出一件事吧 听到的挺大的 就是湖南不晓得哪个地方 就是反正一家三口 在河边玩还怎么样 然后不小心掉到水里头 玉溺 然后当时正好有人经过 那那个人呢 一个人下去 把一家三口都救上来 没想到救了三个上来之后 他自己体力不济 在河里头又轮到他玉县 然后呢 这时候路边也有人过来就喊 就说预备要下去救那个人 那这时候呢 到最后没救成 但有意思的是 这个被救起来的那三个人 那一家三口 就走啊 然后呢 旁边的人还指的拉 你救了怎么上来 再吓得他自己快死了 你们怎么能走 你们要帮忙救人啊 然后其中一个 好像是妈妈还是什么 就说这关我们什么事 这不关我们事 就说我能听过这事 真顺的 就是就是 我就看见他那标题就说呀 说连声谢谢都不应该吗 人家舍声救了你 就是说关我什么事就走了 这什么人都有 结果那个救人的人就 死了 哎呦 这真是 所以什么人都有 但是海航这个 这件飞机这个事啊 你们到底清楚不清楚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听说是 劫机犯正好撞到一飞机的公安 这是 他们说 世界这个妖魔 他是从欧洲 对我在欧洲听到 他们说 他们说 中国有个劫机犯 上去劫机 结果半飞机都是公安 真好受完训 拿他当靶子试验一下 找住了 你在哪看呢 我就是 我也不知道 是人家跟我说的 就是这么一句 所以我的印象就是 劫机犯撞到半飞机的公安 是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所以我说啊 西方帝国主义 他们这种宣传啊 我们要警惕 你知道吗 上次也是 我们去法国的时候 弄得我们险些没敢回来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 就前一阵 就是谣言嘛 就所以说 就是说这个谣言那个时候 我们正在巴黎 突然间就是欧洲那边那个 有人懂他们那个法语 上网 说哎 说什么军队开进北京了 你知道吧 就是 对对对 我还不去了 你说到这种谣言 我跟你讲 不止反华媒体造谣 就我们 自己中国人也爱造谣啊 比如前阵子 你看过一个图片没有 传得很火 说什么 被人揭发了 说太严重了 这事 洛家辉啊 洛家辉本来已经闹得够大了 是吧 街上又吃炸酱面 又又做经济舱 又排队买咖啡 被人拍到一张照片 他在北京搭公交 背着个背包 穿着他那种美式的格子衬衫 戴着个耳机 还在那搭公交 就有市民 我居然在公交上 一看着洛家辉的拍下来 然后网上疯传了 我一波上走 可能是有的人跟他长得像 没错 但是当时我也吓一跳 说不可能吧 然后我就首先看到网友评论 网友评论 我有一些评论就是说 洛家辉你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后来看原来是个 好像经济观察报的记者 长得像洛家辉搭公交 能长得像他人 也真不容易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份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你重温当年呼吸停止 心跳加速的经验一刻 奥运夺节时刻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这个西方西方反华势力啊 老把我们壮烈的这个行为给庸俗化 就说是说成是倒霉的 讲得像闹剧 是啊 节机正好碰见一根警 所以这次严格说来 它不单是一个节机 它是一个恐怖事件 它就是恐怖事件 我跟你说当时为什么会引发这场搏斗 所以说有些时候 你人不在现场啊 你的很多评论呢 都是这怎么说呢 都是不地道的 为什么呢 就有些行为不是能马上判断出它的性质 这个我知道怎么回事 我也不一定知道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不是有参与搏斗的 最后发现有几千人都在上面 我不是看那个网上谣言吧 就是那个不是谣言 他说不是 就是他说不是 而且他是一个参与搏斗的 不过他说我也不是英雄 我只是觉得你们太多人这个造谣了 就是就是就像徐老师这样的人 愣说是节机 好 一飞机 一飞机都是警察 我是这个受了他们西方人的 西方人的这个谎骗 他说为了我们这些勇士们留下的鲜血 我觉得我有义务 把当时我见到的情况给说出来 他说老实讲 我不是最勇敢的 我不是第一个上去的 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这个飞机一起飞从河田嘛 从河田一起飞啊 先是有这么几个人 拿他们不是这个金属拐杖吗 那金属拐杖是铝合金的 一上飞机叉叉叉就拆嘛 拆就成管子了 这个管子啊 这个这个铝合金的这个边缘是锋利的 是是非常锋利的 被割伤的大都是这个东西 然后他们就冲向前几排 当时他们看见的呀 你想不知道是节机 是有人喊了一嗓子 但是估计只有听懂的人 他是没听懂了 他是个汉族的 他也没听懂喊微语 喊的可能是微语 他都没听懂喊什么 就以为是打架 因为几个人呢 就冲着前几排的人就哐哐哐 就拿这个打 其实很多人都呆了 他说我几分钟 你想要是你坐飞机 你看这么一帮人 那被打的人不就这么扭打吗 就好像在打架 就以为是打架 可是后来他看着不对 因为呀 这些人呢 咱知道打架怎么打 不是这么来呀 就是这么刺啊 就是要 他觉得是要命 他有几个人 有一个呃 有那么三四个人吧 有一个人这个眼睛外边的这个肉啊 就给这个刺都翻出来了 所以显然是看到这个情况 然后呢 有几个反应快的旅客 包括说是他说这个飞机上是两个城警 另外后排啊 大概有那么四个还是五个是出差的 呃便衣的吗 出差的公安 他说这个警察呀 确实都发挥了这个呃很很厉害的作用 就是没有什么畏缩 然后就是这个城警和那几个头衔几个旅客 就上去跟这几个人牛打 所以受伤比较重的就是这第一波去打的 现在住院的主要是这几个 嗯 但是全机大部分旅客还得这么看着 因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所以会呆住的 对呆住了 这个时候他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 嗯 就是大概是汉语 就说还是男人吗 还他妈不上啊 他听见这么一嗓子 他把他惊醒了 说说吃啊 这个东西 就上 其实他到这个时候也没太清楚 这是学习啊 对没错 但是你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于是就十几个 其实他们还没有接近到驾驶舱是吧 哎 有一个在前头 有一个在前头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冲进驾驶舱嘛 有一个已经点燃了 这个那个爆破呃爆破物 但是呢 他们准备自己也 对对 但是这位旅客他就说呀 他就说这个当时就点着了以后也被攀 他他们给拿下了 说可能他们这个工艺质量太差了 还是怎么着 就就没有爆炸 没有爆炸 然后呢 好像后排还有几个 这个时候就也也在这么打 到最后 摁住了 摁住之后 这个赶快就飞机回和田 回和田 然后他就说那些这个便衣公安的那些城景 都告诉大家保持警惕 因为你这个时候也弄不清楚啊 还有 就在这时候就摁着这几个呢 把他们的手脚这么捆起来 然后这个一下飞机啊 这武警蹭蹭蹭就上来了 上来了之后 还得挨个旅客 对 查呢 对 因为不知道你是不是隐蔽的 对对对 查 他说这个 这是他见到的过程 所以是一个 恐怖袭击 等于是一个恐怖事件 被制止的 对 所以这个奖励是非常应该的 不过我只是觉得就是说 这个奖励不应该作为反截击的 一个普遍的一个规则 因为如果是 因为还有一种截击 他只是用 当然截击都是非常坏的 但是另外一种截击 只是用这个工具 去一个别的地方 那国际上有一些情况是 以人员的安全为第一 对 就是说你去那个地方 你去 那最后自由法律来制裁这个截击犯 那看什么目的 那但不是以 因为你一不斗的话 整个飞机上的几百个人的生命 全部在你 所以这个其实是两回事情 所以现在都在讲奖励截击 反截击 其实这个可能有点点 稍微一点 不过这里面是因为有一个时代变化 你刚刚讲那种状况 它主要是发生在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表 那时候是冷战 冷战时期 全世界两大阵营 这个互相截击 我去你 你来我那个挺不少的 你说的是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注重人云安全 那九月一之后 整个事就变了 就是全民公平了 对 所以这个事经历了几个转折 对 他说的这个是 那个时候有一个 这个叫巴勒斯坦什么阵线 对 就平均创造过 一天截了四架飞机 对 就著名的九六 就叫九月六号 一天截四架飞机 然后说 1980年就有了这么一个海牙公约 就是说啊 截击 非政治化 就是说只要你采用截击这种手段 商机无辜 那么你这个截击者呀 任何政治性的理由 都被视为无效 但是呢 这次他们也采访有的专家呀 就中国现在有的反截击专家也讲 就说 中国也加入了这个海牙公约 但是尽管加入啊 你想想 咱们当年的那个意识形态呀 在80年代的这个时候啊 我们还是有过 你看那个时候 咱都不知道 说是在上海虹桥机场 广州白云机场 都发生过机队人员 对 英勇搏斗 招致重大伤亡的这样的这个 就是拳击的重大伤亡 那咱就不知道具体伤亡到什么程度 就发生过这个事 而且你知道吗 中国有一个传奇 我特意找出来 美国纽约时报啊 在当年在1982年的时候 说啊 这是北京当局正式承认的第一起 发生在国内的阶级事件 是82年7月25号 中国民航一架1218从西安飞上海的 72个乘客 上面还有19个美国人 什么几个 有个新泽西的旅游团 看见我们的人跟他搏斗都呆了 你知道吗 就是有这事 然后说 五个五个歹徒 亮出匕首 要飞台湾 就指挥飞台湾 但是就说这个经验丰富的机长啊 就是杨继海啊 就跟他们周旋 他说啊 我这个驾驶舱地方太小了 咱们到后舱去谈判 到后舱去聊 这俩歹徒 那时候人也淳朴 就同意了 好 走 我英勇的机组人员 就在领着这几个歹徒走 走到机舱中部的时候 突然大喊 接机了 你想那个时候群众的这个觉悟啊 歹徒啊 一拥而上 都是一不怕狗 二不怕死 你知道一拥而上 把大家伙 四名歹徒被打翻在地 打昏了 当时打昏了 剩下一名歹徒 点燃了炸药 炸了 把飞机炸了一个缺口吗 当他举着炸药 冲向驾驶舱的时候 被飞机领航员用太平斧啊 一斧的砍倒 最后平安无恙 这是当时上海市长是汪大涵 发表讲话 上海非常盛大的表彰大会 就是英雄的这个机组啊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的选择 美国人开始觉得 哎 这什么能打呢 吓呆了 但是后来看到啊 已经打起来了 美国人 日本人都参加了 拿着水壶 拿着椅子 噻哗哒 所以打昏了歹徒 也有国际人士的这个过程 枪枪三人 先广告 之后见 完全时尚手册 七月精彩内容 赛事最新动向 车手经历细微 车谈盛事追踪 汽车知识探讨 尽在完全时尚所测 车元素 星期五晚上 凤凰卫视中央台 你说这些事 其实呢 我还有点印象 那时候你在台湾 我在台湾 报纸有报 新闻都报 那时候台湾常报 那时候 其实现在大家可能不晓得 以前不少的 这个两岸之间啊 飞机逃来逃去 什么 这是不少的 那时候呢 我记得学校里头 每回听说 对岸那 什么有飞机过来了 怎么样 然后学校 马上停止上课 庆祝 这个广播啊 广播啊 广播的 拍手叫好的 你知道 我们那个时候 也是也是这样 对吧 我们那个时候 听说是 听敌台嘛 听说是给黄金的 对对对 给金了 就给 飞行员给黄金的 然后你说这些事呢 当时那个报道的 我还记得说什么 有几名反共义士 要投奔自由 习败 可惜失败 所以你把这个 劫机这些案子啊 编起来编成书啊 非常精彩 从革命斗争 到人道主义精神 到现在全球反恐 你看这个时代的 这个变化 所以我得说啊 越来越复杂 你看就说 我听他们讲这个段子 我一作一喜啊 一则一忧啊 就是说那个 以后再有人喊劫机 全机旅客都笑了 这个东西合谋啊 就怕以后 就是说啊 我就说咱们中奖 是非常应该 但我也有点担心 这个事情 是非常难以判断的情况 就是说 他如果是有一个要求的 他不是要像911一样 或者像这个击毁人亡 就是要炸毁你飞机为目的的话 是不是 还是一般国际通责 还是主张要跟他妥协 至少不能让他 但是 但是这个 太难讲 这个危机时刻啊 真的就是 就是当时这一线之间 存乎一心 对 真太难讲 因为这几年 大家最恐惧的 911最恐惧的就是 他不是说要劫持 你拿你当人职 这么简单 他真的就是想击毁人亡 这个情况越来越常见 这回也是 而且你讲很对 其实完全是在乎临场反应 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称赞这些机组人员 还有那天乘客很英勇怎么样 英勇固然是英勇 但我觉得这里面更特殊的一种素质是什么 是反应 反应 其实你要讲英勇的话 我觉得说不定机组上很多乘客 要是知道事后回想有这么一件事发生了 你要不要上去跟他拼 也许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勇气 最困难的就是你刚才说那一点 就是你一看到有人冲上来 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是 你可能真的会呆一呆傻一傻 反应更重要 但是因为刹那反应 有时候就反应了 就是很很很基本的东西 不过你们讲了这么多英勇的故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 我 有没有一时间 你有讲常反调 你这种 不讲了 我们的节目已经完了 我们已经完了 你这种反话 去楼住一趟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你可以到里面 不讲解就好 谢谢